当时我很惊讶 这个特殊的时间 为什么非要剪头发呢 然后他说 我是武汉市医院的一名检验科的医生 负责检验核酸的 因为穿着防护服 十几个小时头发都湿透了 更重要的是因为头发长了之后 就很容易沾染病毒 不仅会增加感染的概率 而且还有可能会把病毒带出医院 所以听完这些 我就毫不犹豫答应他了 你是第一个接到电话的 还是之前这些医护人员 也有给其他的理发店 其他的理发师沟通过 后来我才知道 他打给我之前 已经从网上附近 找了很多理发店的电话打过去 就没有一个理发师愿意去 所以我当时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地方 你为什么和其他的理发师不一样 难道你不害怕 你胆子大 不是 说不怕呢 那肯定是假的 因为医院找到我了 我觉得我作为一名武汉人 然后又正好是在武汉 他们需要我 我就一定要去 但是我觉得 从萌生这样的想法 到真正的付诸实践 我相信你是做过心理上的准备 思想斗争 包括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跟家人说 有没有人送你 没有 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是 医院机员给我派来了一辆救护车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遇到这么个情况 这个一时鼓起勇气可以理解 但是真正的来到医院门口的时候 看到那里面戒备森严 然后我们医护人员全副武装那一刻 有个医生跟我说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确保你的安全 然后也给我全副武装 这个时候我就真的不害怕了 反而感觉特别地自豪 因为只有我敢去 之前我们在采访 我们的医护人员的时候讲 光这个隔离的手套 有的人可能都要戴三层 脸上会勒得 有深深的口罩的痕迹 然后重重地防护之后 是经常会透不过气来 你在戴上手套给大家剪头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到 和平时有特别大的不同 有的 两个手睁开的时候 就特别地困难 这个时候平均剪一个头发 要用多长的时间 平时我在店里剪头发 大概也就十来分钟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 然后穿着防护服 我只能三十分钟 到四十分钟剪一个头发 后来基本上 然后整个武汉市的医院 就开始找到我 都知道你的事迹了 对 他们很多人 就问收不收费 然后第一句话就是说 你们辛苦了 我们是义务的 是志愿者 不收取任何一份费用